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马来西亚新任总理马哈蒂·马拉迪尔·麦哈密特,12日召开记者会,率先公布三位部长名单,其中财政部长已职由目前担任槟城首席部长的华人林冠英出任,创下44年来首次由华人担任此一要职记录。 对此,林冠英强调自己是马来西亚人,不会以华人自居综合媒体报道,曾是银行家,且具有专业会计师认证的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,自2008年上任槟城首席部长,以成功的经济政策将经济成长绿在马来西亚垫底的槟城,在2014年逐渐跃升为全马来西亚人均所得最高的区域。 不过,林冠英曾在马哈的首次担任总理期间,于1987年及1998年分别因政治镇压事件及煽动叛乱被判刑入狱。 对于成为大马44年来首名华人财政部长,林冠英在记者会上直言我不以华人自居,我是马来西亚人,I don't consider myself as a Chinese. I am a Malaysian,在场人士随即报以掌声。 林冠英也誓言,上任后将重新检视所有不利马来西亚的合约,确保马国人民权利受到保障。 马来西亚财政部长一职,自1974年以来,都是由穆斯林族裔担任,马哈蒂政府原先预计公布十位部长名单,不过最后仅公布财政部长林冠英,前副首相穆尤丁, Makivin Yashin,接内政部长及诚信党主席穆哈默沙布,Makhamid Sabat,出任国防部长马哈迪表示, 其余22名内阁成员,将在未来一周内陆续公布。 可以确定的是,他的副总理将会点名望阿之沙,Makamid Sabat,出任国防部长马哈迪表示, 他将成为马国首位女性副总理。